嘿,大家好,我是娜娜 之前呢,时不时就有伙伴问我 怎么能把小鹦鹉养好看 我一开始是有点懵的 这毛的颜色它不是天生的吗 它不就是长这样吗 后来呢,是有伙伴跟我形容了一下 他们家鹦鹉的状态 主要就是毛不顺滑,还没有光泽 我大概明白大家为啥会这么问了 我仔细想了一下,总结了四点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内容 也可能是部分伙伴在饲养过程当中 非常容易忽略掉 然后导致小鹦鹉变丑的原因 给大家参考一下 阳光是很多伙伴容易忽略 但是又非常重要的 众所周知的一个原因 就是阳光有利于维生素第三的合成 然后促进小鹦鹉对于钙质的吸收 当然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同时阳光也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晴天的时候小鹦鹉心情会特别好 主要表现就是开始唱歌 虽然我们家的梁小之 这个歌声比较一言难尽 所以晒太阳对于小鹦鹉来说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这个晒太阳呢 不是说隔着玻璃窗晒 而是要没有玻璃的遮挡 那如果是夏季温度比较高 也要注意避免小鹦鹉中暑 最好呢是给它提供遮挡 把笼子打造成一个半阴半阳的效果 一般来说呢 每天至少要给小鹦鹉提供两小时左右的日光浴 秋冬季节要延长到三小时左右 其实小鹦鹉的饮食一直以来都是争论特别大的 有强烈抵制种子粮的 也有觉得滋养丸是智商税的 但是你要是问我的话 我就还是那句话看情况 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种子粮相对来说 是属于高脂肪的 尤其是一些油料 那我不反对喂小鹦鹉种子粮 但是呢我不赞成只喂种子粮 更不赞成在小鹦鹉没有办法 得到充分的运动的情况下 只喂种子粮 因为这样的操作可能会导致小鹦鹉营养不均衡 或者是过度肥胖 那过度肥胖的危害真的是特别大 所以小鹦鹉的饮食呢 要尽可能的综合 日常饲养的核心就是高纤维低脂肪 宝物医生的建议是 滋养丸占饮食比例的70% 但是我们家小鹦鹉 其实也不太爱吃滋养丸 尤其是芒果啊 所以芒果日常饮食 滋养丸占比大约在50% 但是夏季每天我都会给他们提供新鲜的蔬果 冬季呢大部分时候 我会用蔬果干代替鲜食 水溶钙维他命也会定期补充 我是觉得日常饲养 在高纤维低脂肪的前提下 每一只小鹦鹉 它都可以拥有独属于它自己的食谱 那营养均衡的情况下 多关注小鹦鹉的体重 一定要避免小鹦鹉过度肥胖 空间对于小鹦鹉来说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合适大小的笼子 合理的笼内布置 能让小鹦鹉的生活更加舒适 有条件的情况下 个人觉得尽可能选择大一点的笼子 让小鹦鹉在笼子里面 也能稍微活动一下 另外笼内栈杆的设置要合理 栈杆摆放的位置 要尽可能让小鹦鹉能自由转动 而不会触碰到笼子 尤其是对那种尾巴比较长的鹦鹉来说 如果你站杆的位置过于靠近笼子 那它们的尾巴可能会经常戳到 时间久了 就可能会导致它们的羽毛受损 这也是我建议大家 尽可能买大一点笼子的原因之一 很多伙伴觉得自己家的小鹦鹉不漂亮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小鹦鹉身上有压力纹 导致压力纹的原因有很多比较常见的 就是营养不良或者是生活环境 给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 比如茶茶之前的压力纹 就是因为芒果比较凶 经常欺负它给它造成了压力 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在让芒果和茶茶合聋的原因 没有咬伤并不代表没有问题 长期高压环境下是会导致小鹦鹉生病甚至死亡的 所以如果你的小鹦鹉身上有压力纹 你就仔细想一下小鹦鹉的饮食结构是不是合理 饮食没有问题的话 那如果它有同伴 你想一下它和同伴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不是融洽 再想一下你在和小鹦鹉互动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不当的行为 可能给小鹦鹉带来压力等等 那如果自己实在没有办法确定 也可以借助必要的检测 或者是带小鹦鹉去医院看看 千万不要忽视这个问题 我马上没有试试 我马上那边 Code 寻 rede 局 感谢观看